你要俄罗斯军队向美军对伊拉克和阿富汗 或者叙利亚那种地方 你放开手脚去炸 你前脚炸后脚俄罗斯就炸国 甚至这个命令都执行不下去 如果欧洲崩断的话 这个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势 你看他7月份 这个几个欧洲主要国家 德国 法国那些国家 停止了对乌克兰的经济援助 军事上不再给新的东西了 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风波 停掉没 因为我问这个问题 我能够想到最具体的做法 就是他们不再参加对于俄国的制裁 换句话说 对于乌克兰的援助 第二个就是你说的 不再参加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但是这两个呢 我觉得可能会分开执行 就是说他们可能优先会 事实上停掉对于乌克兰的 这样一种援助 但是直接退出跟俄罗斯的制裁 这边又涉及到一个比较尴尬的点 就是欧洲能不能形成联合行动 能不能形成联合行动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这个认知的问题 我觉得最近是不是冯德莱安 稍微消停一点 就是欧盟的那个女议长 那个之前大家都已经为 都认为她跟泽连斯基 简直是一对couple 整天在乌克林斯基 去站台的那个宏格兰 她最近是不是不怎么出声了 就不怎么说话 我也有这种感觉 然后如果说是那样的话 你就会发现 其实对于这些政治人物 你仔细看 他们所谓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和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其实就是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给乌克兰签 动员给他们去签 然后发表各种各样的声明 在媒体上对他进行支撑 对吧 第二个就是所谓对俄罗斯去实施各种各样的制裁 制裁又分为很多种 一种是他口头上宣称要进行的制裁 一种是他进入讨论的制裁草案 第三种是已经通过的制裁决定 然后让上面去落地和执行 其实是分几个层次的 最近我那个从六七月份开始 欧洲应该就没有再讨论过 对俄罗斯新的制裁的问题 对 也没有新的制裁投入具体的使用 大量的报道都在讨论 欧洲如何在对俄罗斯 保持这些制裁的情况下 度过这个冬天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后面欧洲可能做的就是 第一他可能会先期事实上停掉 对于乌克兰的各种各样的援助 逐渐逐渐会有一个停 因为现在排在前面的 类似于像爱沙尼亚立陶宛 他给乌克兰真正能够提供的经济体量 就是援助 大体上是在GDP的0.8%左右 就是不到1% 大概是这样 因为那个网站上有些这样的统计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欧洲主要国家都停掉的话 那么整个战线和局势 我估计停了援助之后 它撑个一个月吧 它的存货 好比说它囤了一个月的货 对吧 一个月那么过一个月 从现在开始到9月中 或者9月中下旬 估计可能就会有一波 比较明显的变化 这是一块 最近的第二个有一个新闻 我觉得也是值得关注的 加拿大最近突然间跳出来说 我决定要把这个北溪一号剩下五个涡轮机要还给俄罗斯 这个其实有点莫名其妙 俄罗斯也没说你那还欠我五个 然后我就把你还过去 然后加拿大呢 特鲁多呢又在这个发言当中做出了完全相反的两种意思表示 一方面呢 他说我们现在不能退 普京绝对不能赢 如果赢了就是民主的失败 就是专制的胜利 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调门拉得非常高 但同时呢 在关于要把这个涡轮机退回去的事情上呢 他说我们不能给普京以任何借口 合理的发动对于欧洲的这个能源的惩罚 你会发现 那我这个怎么看呢 也就是说你面子上摸不过去 但实际上你是不是已经有点沉不住了 就不靠谱 你事实上没有办法用你对于普世价值 和民主的热爱去抵抗 持续不断高涨的能源价格 去为民众提供热水 对吧 然后各种民调也显示 美国国内现在坚定不移的支持俄罗斯的 大体上也就是 支持乌克兰的大概也就剩下一半了 就大概51%到55%的这些人 认为应该继续支持乌克兰武器 继续在经济上去支持 你反对的人大概已经有 大概20% 30%到35% 好像是25%到35%之间 就这样的一个比例 虽然还是不算说绝对多数 但是应该说有显著的增长 就说疲劳 就你假设把对乌克兰的这种援助理解为 是对民主阵营的投资 那作为投资人 你好歹得关注一下投资效益吧 这是不是一个值得去投资的这样一个对象 更何况你从战略角度上来说 你像基辛格这样 不论像那个米亚斯海默 这样一些相对比较务实的现实质学 因为你这个本质上乌克兰的问题 是由你的战略错误所导致的 然后你现在所有的这些投资 本质上都是在强化你的这种战略错误 但战略错误从来不是靠投资解决的 战略错误是通过修正战略 把战略错误改正掉来解决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可能理论上这个东西 应该要迎来一段转机 但是现在美国那边发生 重大调整的变化概率不高 毕竟有国会中期选举的压力 在中期选举结果出来之前 你要拜登改选跟章 这是不可能的 共会党在那边虎视眈眈的盯着 而且欧洲那边会多惨烈还不知道 你没有任何负面的这种新闻人他去改 并且场面上 你俄罗斯也没有取得 如果刚才说乌克兰没有取得 重大的战线突破 你俄罗斯也没有热刀切黄油 你也没有一下子就把乌克兰给干掉了 你们还在僵持 那么我觉得现在就可能 有点像进入某种那种 比赛间接过程中的垃圾时间 就是一个平台的时间 就看你怎么过去了 过去我估计 美国那边要出政策 怎么也得等国会中期选举过了以后 他可能才会有重大变化 俄罗斯的变化就看他在这个三个月里面 现在俄罗斯打得好像也不急 有人在那边讲说俄罗斯现在已经进入那种轮战的状态 他把各个军区的部队轮流往上掉 但是总体规模就这么点 我也不破大 对吧 普京最近是签了个征兵令 增了17万13万千的人 最近还有一个消息 就俄罗斯进展缓慢这个事情 俄罗斯的国防部长是前两天我看到这个消息 说他解释说俄罗斯在这个战场上进展缓慢 是因为要顾及到老百姓的生命 这个是他们一直有 就是一直有这个说法 就是他并没有严格意义上 就是放开手脚去打 这个是肯定的 因为我跟一些俄罗斯的一些人也聊过 就是不管他们是 这些人当中有些人是支持普京的 有些人是支持反对普京的 那不管是支持普京还是反对普京的 有一点是共同的 就是说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这个情感是很特殊的 你要在 他说就这个是两边都有用过这样的说法 他说你要俄罗斯军队向美军对伊拉克和阿富汗 或者叙利亚那种地方 你放开手脚去炸 你前脚炸后脚俄罗斯就炸锅 甚至这个命令都执行不下去 因为有很多军队里面的人 他跟当地占清代故的 你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他铁定是会很慢的 这是一块 而且有人注意到 据说已经有两三百万乌克兰人要求去俄罗斯 就是他那个战据点里面 他这个人在往那边去迁 就是说除了拿到那些地以外 俄罗斯这个战争甚至会可能给他增加一大部分生命人口 这个人口是相当不错的 就是年龄方面组成都是 这个就是潜在的市场 就这种东西是算不清楚的 你很难用我们那种意义上的战场公式去推算 说俄罗斯究竟得了什么 所以某种意义上我感觉俄罗斯真的不是说假的不着急 就是心里很着急 但是装不着急 是他真的不急 他真的就在那边慢慢慢慢的在那边去推 而且他甚至觉得这样慢慢推 他挺是 他能够接受 所以我觉得俄罗斯那边的这个相持性和韧性 这个要比那个我们预想的要高不少 这个事情 对 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讲 这个形势是非常明显的 在这个非常明显的形势下 你刚刚提到的也关于欧洲撤腿的事情 我觉得加拿大的您刚刚形容的这个态度 也有点类似我想请教的问题 就是我观察 就是西方我比较大的一个词 西方对这个俄乌战争的事情 如果到现在他们还想面子李子都要的话 我觉得已经办不到了 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非常同意你的这个判断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其实他现在 当然最理想情况下 当然是面子跟李子都要了 对吧 但一般情况下 政治人物嘛 这个总是到最后在国家政策上 实际多数还是要李子的嘛 所以我们讲外交的精髓是剥挟 剥挟的意思就是 我也照顾一部分你的面子 那你也照顾一部分我的面子 然后大家李子各自去分 对吧 那么欧美国家 我认为他这次有一个问题在哪呢 就是他的调门太高了 就面子上的这个事情 一开始调门拉得太高了 就顺着他那个惯性 这个是现在我观察这个事情 比较纠结的一点 就是说欧美很多政治人物 就有的时候像宠坏的孩子 就是那种一脸不管不顾的 我就要我就连开大脚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 然后就要这个世界围绕我为中心来运转 就是那句著名的台词 我不要你认为 我要我认为 就是我认为是这个样子 他就必须是这个样子 我不管 我不管 我两眼一闭 我就甚至于在一定程度上 他采取的做法是 我不管 我反正话先说出去了 那你来办 他就通过制造这种继承事实的方式 来跟你搞出来 这个你在国内政治当中是没什么问题的 有的时候说实话 甚至不视为一种比较明智的策略 我就制造继承事实来搞 但是在地缘政治 涉及到军事实力要硬钢 而且是已经开打 不是开打之前 是已经开打 而且对方就是一个真的会开打的组的时候 他这个东西其实说穿了 除了给国内政治自己去制造麻烦之外 他对俄罗斯是无效的 就你现在站在普京面前 拖他一脸口水说 你这个是专制的 你这个是不民主的 我们这多少多少人鄙视你 普京踩都不踩他的 他的军队在向前推进 然后你家取暖用的天然气的阀门在他 你用的是他的天然气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些欧洲的政客 欧美的政客真的特别有意思 你哪来的自信啊 你不知道你在用我家的天然气啊 你不知道你的这个颈东外上的这根管子 是我管着的 这个就是感觉是那种四肢不分 四肢不勤 五股不分的人在那当家做主 就完全没有这种 就有的时候感慨 就怎么弄了一帮小孩子在那边 闹闹腾腾的在那边搞那个发达国家 在那边搞这个事 所以我觉得 但是呢 最近我比较关切就是德国那边的动向 德国那边我觉得 他那个政治上的调门好像也低下来 绿党的那些比较极端的声音 好像也不出来说了 就是那个德国外长吧 就是那个绿党比较活跃的那个 好像也不这么出来说话 我相信可能跟德国最近气温下降 让他们比较冷静是有关系的 开始冷静下了 我最近看到 我印象中在媒体中看到的 就是类似于像他的商务部长 管工程和建设的那些人 那些人出来讲话比较多一点 那他们讲的意思就是会告诉你说 我们这个天然气的这个库 现在还有百分之多少没有填满 对吧 现在眼看着这个天气要进来了 我这边这个电网能够附和多少 你这个民用的取暖怎么办 就这些东西一点点摊开之后 其实那些调门拉得很高 那些绿党的人他很敏感的 他知道怎么回事 他只是觉得之前 就是以前说就说了白说 但是不说白不说嘛 那既然不说白不说 那我赶紧抓紧说嘛 说了以后 我现在那个时候 把我的政治得分拉满了 那后面我就不管了 也就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 甚至是轻浮的态度 在搞这种事情 有的时候也让人挺感慨的 西方这帮发达国家政治 搞成这种样子 的确 的确 有关于这件事 就是我们今天 谈到目前为止 有关于杜兴他女儿被私杀 这件事情 谈到这个欧乌战争 以及欧乌战争的前景的事情 能不能为我们做一个结论 然后我们谈谈你对世界上 其他有些什么关心的 一些关注 我觉得现在就是整个战场形式 是属于俄罗斯微弱占优 俄罗斯微弱占优 但总体处于僵持 或者说是迟缓 缓慢推进的状态 这个某种意义上讲 如果我们不设其他的变量 就按照现在这个样子 持续下去 我认为慢慢推下去的话 俄罗斯是能够拿到一些东西 你至少他现在拿到的这些地 你要他吐出去 你不发动个几十万上百万的 北约士兵过来 跟他打一场这种世界末日的战争 你是想都不用想 他不会吐给你的 这是不可能的 然后乌克兰本身也没有表现出 他什么征绩 你记不记得他说过 要征绩100万军队 秋季要反攻 现在是反攻的时间到了 后来那个国防部长出来说 你们理解错我的意思了 语言不通 我没有这个意思 因为同志人问他要军队 你说了我拿了这 你给你这些钱之后 你给我变100万军队出来 现在军队在哪了 项目要验收了 时间到了 说你弄错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战场可能会有一些 还会有一些小反复 然后凭借宣传公司 去把一些小规模的袭击 说成是一些大规模的东西 但是事实上你去看 包括像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已经出了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对 乌克兰在战场上的某些东西 去保持冷静 为什么要保持冷静 已经开始这样说了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就是说这个局势 总体上一种缓慢的态势 我认为是倾向于俄罗斯的 就是他拿三 就是我还是那个判断 就是他拿卢干斯克和顿尼斯克 然后把他跟这个克里米亚 连成一条线 这个目标 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 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 无非就是他下面 要不要继续兑现 他所谓的拿哈尔克 拿尼古拉耶夫 再把奥德萨 这三块东西拿下来 就是拿多拿少的问题 后面这三块呢 我个人觉得他拿下来概率不高 尤其是奥德萨 而奥德萨那块 我觉得他基本上过不去 但是蒂涅伯河以东的那部分 我觉得他拿下来的比例是不小的 哈尔克夫不好说 因为目前看起来 俄罗斯军队的兵力 要在哈尔克夫那种 长期堡垒设施地带进行攻坚 可能有点问题 因为那个地方 乌克兰人还是经营的不少的 但是你看最近那个核电厂 就是尼古拉耶夫之后那块地方 他能吞下多少 这个看他的本质了 然后整个局势呢 我认为现在九十十一是僵持断 僵持断了以后主要考验什么 主要考验欧洲的战略任性 就这个环后面我认为开始 乌克兰内侧如果要崩的话 第一个崩断的应该是欧洲 那么倒过去 如果欧洲撑过去了 九十十一没有大变化 欧洲撑过去了 欧洲只要撑过去 美国那边不管谁赢谁输 这个出现大变动的概率就没了 欧洲如果断了 美国那边一定会 即使共和党再不理智 他也不可能提出主张说 在欧洲已经崩断的情况下面 就由美国无条件 无限期 无限量的去支持乌克兰 跟俄罗斯去打消耗 这个美国绝对不敢这样子 所以看九十十一 九十十一如果欧洲崩断了 那么估计年底这个东西 至少来个暂停是没什么问题 九十十一如果没崩断 那拖再拖六个月 就是拖到明年的六七月份 那是大概率的什么 就是变成了纯粹以上的消耗 应该是这样 如果欧洲崩断的话 这个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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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